以一百八十八票贊成 六票反對 匈牙利國會批准 通過瑞典申請加入北約 為瑞典歷史性的一步 排除最後障礙 結束兩百多年來 中立與軍事不結盟狀態 總理克里斯特森強調 瑞典準備好承擔對歐洲 和大西洋安全的責任 我非常感激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等待了 直言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如今終於看到結果 瑞典民眾普遍抱持正面看法 美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 也紛紛表達歡迎 外界則預言瑞典加入 由美國主導的北約 對於美國國防和北大西洋 地區的地緣政治平衡 勢必都將帶來明顯改變 在關底艾莉社公親自接待各國領袖 法國總統馬克宏邀來 至少二十位歐洲國家領袖 商談如何強化西方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不過烏俄戰爭開打至今戒滿兩年 烏軍面臨彈藥庫存嚴重不足 總統澤倫斯基甚至公開說 歐盟答應的彈藥 實際只送了百分之三十 如何有效協防烏克蘭 也成了歐盟國家當前考驗 靜新聞林姿李周成衛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